現在又出現所謂的 波特王事件 波特王現在你看到綠營網軍 一大堆人起來說 波特王好棒棒 拒絕中國大陸好厲害 可是大家記得嗎 今年5月的時候 高雄是請波特王來擔任 5月的觀光大使 結果當時綠營是怎麼說的 綠營自己的議員都講說 那個波特王不過就是個 撩妹的網紅 那個根本就是個幹話王 有什麼了不起的 為什麼要找他來 這樣有損高雄的形象 然後 綠營的一大堆網軍說 你什麼咖啊 你憑什麼要挺韓啊 憑什麼代言啊 結果現在一夕之間變了 波特王變得民族英雄了 民族好棒棒 那我跟你講更離譜的就是 韓國瑜跳出來挺波特王 結果人家去問蔡英文 蔡英文居然還結結巴巴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他好像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覺得如果波特王 因為採訪了蔡英文總統 使得他經濟上受到的損失 我也呼籲 千萬這些廠商不要這樣做 大陸這些廠商不要藉著這樣來 懲罰性的懲罰波特王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而且我抗議 所以我覺得我要站在支持 波特王的立場 總統這次韓國瑜他在第一時間 就出面聲援波特王 你會不會覺得他有臉板下 你去問他好了 你看之前大家記不記得吳寶春 吳寶春說他是台灣之光 所有綠營人沒事全部都要跟他 站在一起拍照 可是等到吳寶春一失言之後 民進黨整個把他切割 然後完全把他拋棄 結果只有韓國瑜止了 然後館長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館長本來是支持韓國瑜的 說民進黨就是垃圾台獨狗 然後他怒罵民進黨 結果後來當時也被 那些綠營網軍圍剿 結果等到他一看到 蔡英文鞠躬哈腰之後 你看 他在罵面 整個轉 馬上所有人都說館長好棒棒 你看綠營永遠都是這樣子 好像沒有什麼是非 沒有什麼標準 就是只要挺我的才是真理 所以讓我們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現在綠營 把火燒到自己身上 高雄人為什麼當初 去年會選擇韓國瑜 為什麼沒有選擇陳其邁 就是因為你做得太爛 結果你知道 柯文哲跳出來講公眾話 他說中央政府不幫你 你都覺得卡卡 卡你就更痛苦 高雄市政比台北更困難 如果蔡英文成功連任的話 民進黨立委席次過半 他想過那個可怕的情況嗎 小英當選 台灣要贏 這是民進黨的一個口號 可是柯文哲把它轉成台語 就是小英動算 台灣會贏 你會鬱結苦惱 反正就是不知所措的一個狀況 實際上對柯文哲來講 他已經說了 2024他要選總統 對 如果說讓蔡英文連任的話 下一棒大概就交給 賴清德或鄭文燦 同樣是比較接近偏綠色彩的 柯文哲的機會就很低了 所以柯文哲當然希望 2020韓國瑜當選的時候 2024他也許可以代表 綠軍出來出身 也許他的機會才會比較大 那你知道 管碧琳這個時候還在幫他出包 弄個廣告 然後還說是高雄人 普遍的心情是對不起台灣人 這是到底在說什麼 然後你叫高雄人認錯 叫高雄人道歉嗎 結果他們現在發覺這句話說錯了 蔡英文不斷的去幫他緣 不斷的去幫他解釋 然後只好再丟出一個大南方計劃 什麼叫大南方計劃 其實根本就是舊的東西 把它隨便包一包 重新包裝起來 重新再錄出來 什麼製造兩兆園投資到 左手西以南 什麼南科路竹橋頭科技朗道 高鐵南研 高捷延伸 高雄機場升級 這不是韓國瑜講的嗎 高雄機場升級 然後用行銷 稱興農業 用觀光創造繁榮 不是都空話 這不是舊瓶新包嗎 全部都是過去講過的事情 其實他2014年就講過 重新再把它包裝一下 再來一次 一個東西重新包裝一下 再來一次 台灣人就會買單嗎 南部人有這麼好欺騙嗎 但是我必須說 過去在南部 民進黨的實力真的非常堅強 你看在台南市 2014縣市長的時候 賴清德是71萬對上 國民黨黃雲酸這26萬 你看這個差距天差地遠 2016總統大選的時候 67萬對上 竹王配了21萬 然後到2018年大逆風的時候 黃偉哲還是險勝了高思伯 所以表示在台南這個地方 一直都是綠營 都是非常堅強的 你看現任立委 五席全部都是綠的 沒有一個藍的 高雄也是一樣 陳菊當年99萬票 大贏洋求新的45萬票 2016總統大選的時候 小英也拿到95萬票 大贏諸王配的39萬票 但在去年翻盤了 去年韓國瑜 倒贏用89萬票 贏過成績賣74萬票 但是現任立委 還是九席都是綠的 屏東縣這邊也是一樣 你看潘孟安當年對撿太郎 贏了30萬對18萬 2016的時候是28萬對上12萬 去年潘孟安還是贏 但比例已經大幅接近 26萬對19萬 現在三席綠也全部都是綠的 現在他們講出什麼 高雄人對不起台灣人 你知道這個對南部殺傷力 非常非常大 高雄旁邊上面就台南 下面就屏東 會不會產生一個效應 讓整個全部翻盤呢 其實民進黨現在恐怕 非常非常擔心這一點 所以他們才會丟出 這個大南方政策 想要趕快來補救 可是真的來得及嗎 劉蓋先生 我們來講講柯文哲 柯文哲已經說他要選2024了 而且他現在看到的是 郭台銘跟宋楚瑜兩個合了 而蔡英文幾乎把他打到 趴在地上 他也知道蔡英文如果連任了 到時候下一任再來 總統他做完之後 結論會是誰 可能會是賴清德 也可能會是鄭文菜 你柯文哲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機會 所以現在柯文哲拼命的在打成局 這麼一打 那當然韓國瑜就是感謝 戰勝 可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柯文哲他也認知 如果這次韓國瑜不當選的話 再來柯文哲 他可就沒有2024了 柯文哲沒有打成局 因為他當過市長 柯文哲只是講實話而已 他怎麼有打成局 掃實說出來了 他講的是實話 對 如果你幹一個市長 你不要說三千兩敗 我讓你主持這個電視台 我把負債30億給你就好了 不要3200億 那就不得了 你就沒在收 一天就要七八百萬的利息 所以柯文哲就感同身受 今天台北市首善之區 登記就是說財政機率不錯 賴清德在台南市坦白講 合併前台南縣跟台南市 是難兇難地 舉載到頂了 所以基本上他在 財政機率比較不像其他 所以你看我們台南市 就沒看到什麼 報言會什麼 咱們農總部 高雄你給他看看 三千幾億 不是 負債三千幾億 是不包括中間補助人 蔡文說什麼 這個局勢 你要的都會有 該有的都有 你不知道要記得嗎 當時是不是這樣說高雄 局勢在這裡 你要有的都會有 所以所有高雄要投資 投資那三千幾億以外 還賣五百規別的土地 財政的負責是這樣 中央補助 馬總統去八黨對高雄的補助 看一千幾億看多少 其實在民進黨裡面 跟科比的民調最接近的 那時候所做的民調就是多千點 對 如果成立算所為相救 是 陳氏還有機會跟他PK 電文才是沒有看在我們來 但是如果讓蔡英文連任 後面這兩年完 一定對科比把他推得給你幫幫 所以科比是一定沒有機會的 如果韓國就起來 你看你也忘記 韓國瑜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你覺得看過韓國瑜最多科比 完全沒有 沒有 今天如果不是韓國在幾年 沒有在我台北上騎台 只要來騎一台就好了 今天雙股科比是獨算 所以什麼吉他什麼 什麼宋主席什麼人在說 如果沒有我你就不會連任 科比才有在跟你性情 科比心情很清楚 如果沒有韓國的我不會連任 是韓國的沒有進來台北上 所以他連任 所以他知道 電文參加 大青鐵在接班 自衛 太助自衛 如果他們兩個科比是跟你們去賠 所以如果創英文到 像什麼人一基獨秀 像鄭文參 鄭文參 對 台南的韓國瑜 你看韓國瑜他點點吃衣服 我講不懂 他是點點 但這次創英文到的時候 我告訴你他就沒出來了 鄭文參不是大太子嗎 新潮流的太子 大太子 你不要去尋找韓國瑜 教看看你才知道 所以鄭文參 他也因為他吃韓國瑜吃西西 所以這就是變成恐怖的兵性 只有創英文到 所以我是沒有鼓勵科比來聽完 我們說白 他是講良心話就好了 我們看到波特王他現在 這個時候因為跟蔡總統拍片 1450跟絕親們 他們全部都出來聲援他 但是波特王之前的時候 幫高雄代言觀光的時候 1450跟絕親 他們是怎麼去羞辱他的 但我們看到韓國瑜不一樣 他不管是對於館長 或者對於吳寶春 或者是波特王 看待事情的態度都完全一樣 他們這邊看到 波特王這個案件 所有民進黨的 他們這裡的觀眾 大家就覺得說不算 又跟子儀事件一樣 又去撐就穿了 你知道嗎 大家是高興 結果不知道說 韓國瑜 他算歡迎非常快 他馬上就知道 這個政治氛圍 他也不可能給你 可以有機會敲鑄 所以韓國瑜 他其實在第一時間 他也是標識對波特王的支持 我們也把這個政客的政治 以及這個商業 應該要分開 這種我們台灣 本來就有的這種政治氛圍 要有一個政客的輸扣 包括你像說 這個一方 當時我們所有的人 這樣抵制什麼 一樣的意思 一方就說一國兩制 這就是去大流 這個絕青的紅色 你這個波特王也是一樣 去大流那邊的絕青的紅色 我們有絕青 他們也有絕青 當然這個選舉夠 有選舉沒有選舉 其實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現在波特王他也怕 他就說我這個要站在壇 他要站在壇 你如果像當時周子儀 周子儀那時候 當時我們投票情一天 他就被失禮 是 被失禮的時候 因為這個投票情一天 民進黨感到去攻擊 說他就跪著田 不敢 但是吳寶春 吳寶春就去跟公議說跪著田 對 對不對 我告訴你吳寶春 是在選舉情 像周子儀案件一樣 投票情一天發生 他們絕對不可能去攻擊吳寶春 他們會怎麼說 他們會說 你看這個跟周子儀 他們的遮作像周子儀的案件一樣 為了生存 為了什麼 必須要向中國大陸這邊 威迫要怎麼 他們就是這樣遮作 但是他們現在在 設計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說 當然他們遮作方向就不一樣 尤其葡萄王這種的 他這個案件就是 楊凡的絕青 你 蔡文今天民進黨 你說要捍衛主權這麼厲害 你是總統 你捍衛主權是發一個聲明稿 這樣就可以捍衛主權 如果我總統我也要做 這麼簡單 總統我也要做 我也發一個聲明稿 你要真的捍衛主權 拿出你看你的魄力 你看你的風暗是怎樣 不然我們就抵制都回來了 對不對 他抵制我們的普勒王 不然我們也抵制都回來了 總統你在做 租款你在額 你要怎麼捍租款 你捍租款 韓國瑜也捍租款 大家都來聲明 聲援普勒王這樣就捍租款 台灣捍租款這麼簡單 所以你民進黨 你包括你館長 館長你就捍什麼租款 現在普勒王的時候 他說好了 他就騎著 現在這些 中國大陸這些結晶在抵制 我請問你 你再來你要怎麼做 好像打聲明稿 這樣賤蠢打敗的 大家也會打 但是我們看到2016年的時候 蔡總統他那個時候 營出離輪可是有300萬票 除了國民黨本身的 換柱風波之外 有人就說 周子瑜事件的影響威力 等於像廣島圓爆一樣 那樣的強大 可是現在不管說 之前蔡總統訪美的時候 買85度C 或者是波特王的拍片 現在大概99% 我們都可以猜到 陸方的反應 就會這樣的結果 但是蔡總統他們可就厲害了 他們知道會運用這樣的方式 去故意做一個操作的模式 因為他知道芒果乾如果賣不動的話 我換個方式來賣不就得了 像韓國瑜說的 政治歸政治 經濟歸經濟 但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大家有沒有覺得 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在蔡英文 去打擾人家之前 不管是館長也好 波特王也好 85度C也好 其實他們都默默的在享受兩岸和平跟合作的紅利 民進黨政府 你不要去打擾這些企業界也好 或是網紅也好 你去尊重大家的各自發展 人家兩岸合作合作得很好啊 人家過去如果沒有蔡英文的話 大家怎麼會知道說 其實波特王過去也有跟大陸在合作 其實館長也有跟大陸在合作 其實85度C也有在大陸展電 不是嗎 可是過去只要沒有政治的打擾 經濟歸經濟的時候 人家發展得好好的 大陸也沒有去刁難人家 我們台灣也沒有去拒絕說 跟他們來一些經濟的交流 大家還知道吧 包括太陽花很多年輕人 現在其實都在大陸工作 包括以前一些親綠的作家也好 或者是電影方面的人才 現在也都在大陸工作 只要民進黨不要拿政治的大帽子 去把人家靠在頭上的時候 任何人都不需要表態 可是他們現在最厲害 就是用這樣方式去賣芒果乾 賣了之後年輕人也吃 而且我就是逼說 這一些人必須要表態 你愛不愛台灣 你有沒有以台灣本土意識為主 好啦 為了台灣 你必須要表態跟那邊斷絕關係 否則的話就會像一方飲料店一樣 或像五寶春一樣 在台灣也會有人來霸凌你 這個霸凌你是真的民眾 是真的年輕人還是1450 現在我們其實不知道 因為有了楊慧如的事件之後 所有網路上的霸凌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網友真心自己發動 還是說背後有1450在帶風向 因為楊慧如就是打自己人 不是嗎 他就是打自己的外交官 所以有一個楊慧如會打舒起承 難道不會楊慧如不會去打一方 不會去打五寶春 如果波特王沒有表達切割立場的話 會不會先霸凌波特王的 就是這一些網軍 會嗎 因為有潛力在裡面 所以是誰逼著這些人 必須去放棄過去的兩岸紅利 跟兩岸交流 必須要去切邊然後選邊站呢 是誰呢 不就是你們民進黨政府嗎 大家都說執政者要怎麼樣 要為了人民一切的福利去著想 可是我們的執政者是怎麼樣 要人民為了我的執政權著想 為了我要跟你同框 如果最後大陸有表態有反彈的話 你就要表達你的立場 你如果沒有切斷關係的話 你就是賣國賊 你就是舔中 你就是舔共 不就是這樣嗎 大家只要看看 之前吳寶春跟一方的下場 就知道了 所以蔡英文上任說說 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信仰 或意識形態道歉 是這樣嗎 現在的蔡英文 正逼著各行各業都要去表態 如果沒有表態 你面臨的就會是一個 舔中叛國的這個紅帽子 不就是這樣嗎